高雄市有不错的自行车道 通勤运动都很适合 不过市议员吴义正指出 有些路段没有树印 骑起来很不舒服 临港线的部分路段 没有连贯很可惜 他要求市府检讨全市的自行车道 让市民乐于齐称 减少私人运聚 那人行道不够怎么办 用开放空间 那政府再可以加码去鼓励奖励 让人行道跟自行车道 跟树的宽度都够 然后这样的话 就会很快我们高雄市就会绿化 人行道自行车道就很快 透过法令就可以整个解决 市长陈其迈达巡师表示 凯旋旧铁道部分 正和铁道局协商 容积移转或乘租方式串联 另外也计划将自行车道 纳入智慧交通系统 成为路网的最后一里路 我们的绿色交通捷运的路网 应该是要跟我们的自行车的车道 跟整个智慧的行动支付做整合 这样也许是会比较快速能够 所以你也同意成立这个健检小组来推动 检查所有的细节 这个我们来处理 至于骑楼遭占用作为机车停放 和店家做生意 以及不平整造成行人行走不方便 吴议员要求市府定出一套使用规则 让市民遵守 警方也能够加强取缔 所以说我们希望政府能够立一个 很对骑楼的使用办法 明确化 让大家行人也跟安全 又平 然后又有空间 但是你要该做生意的 也容许他做生意 这样大家这个社会才能够共存 所以我想我会接手之后 会议计对于整个 轻轨周边为优先 然后商圈 医院 长照 那么主要的人行道的 尤其是跟骑楼的整平 应该列为一种项目 逐步逐步的扩充 优先来整平 骑楼和人行道是公用空间 不应占用 但市民都习以为常 造成行人不便 需要公权力登高一孤 介入管理 也能够改善市容接近 记者李正到来一场邦 高雄报道 又快个更新 那更好新 那这个16日 哦 您 提醒您